接下来我们要来学习一些方法和技巧 有哪些方法呢 正如我刚才所讲的 最好的方法是在民间的 我想听听在座的各位听众 有哪位朋友愿意来 不要吝啬你的好的办法 告诉我们你平时通常用什么办法 来克服你的紧张情绪的 想一想 没关系 对你有用的分享出来 或许对其他人也会很有用 谁来 好 我会读出两三分钟 然后什么都不想 然后深呼吸 这样然后开始 没问题 我想问一下您能做到什么都不想吗 应该可以 或者是我可以去会议室自己待会儿 比如说十点开始呢 九点四十五五十五的时候我进会议室一个人待会儿什么都不想 然后就十点的时候就开始应该没问题 然后做几个深呼吸对吗 这样可以解除你的缓解你的紧张情绪 现在的办法是这样 好的非常感谢你静下来 然后做深呼吸 好谢谢 还有吗 来我们再来听听看 我通常采用的方法是给自己 首先是给自己一个几个朋友提前就说一下 然后让他们在那个会议之前 鼓励我一下 告诉我今天你看起来真的气色非常好 然后你一定会发挥的非常好的 然后第二点呢 就是给自己买一样自己喜欢的东西 或者做一件自己很开心的事情 然后让自己整个心情换一下 那样的话我觉得效果挺好 您首先的方法是寻找后援对吗 你寻找那些可能能够鼓励你的人 然后你所做的方法是买一些令自己开心的东西 这不是很花钱吗 这个方法 不一定就是很开心的买一些东西 就是说做一些自己平时比较喜欢的东西 然后看一些自己喜欢的图片 比如说我喜欢养花 我就在早上的时候去给他们浇浇水 然后跟他说说话什么的 然后让自己的心情调节过来 我觉得那样效果比较好 这样就能够有效地帮助你缓解紧张的情绪了 是吗 好的 谢谢您 谢谢 再来一位 还有吗 OK 好 再听听您的 我想有两点 第一点呢 我们如果有备而来的话呢 可能会有助于消除我们在临场的时候一些紧张的情绪 其中有一点我觉得非常重要 就是说我们要了解我们的听众或者我们的观众 他们属于什么层次 什么年龄 什么学历 对他们的情况有个很很详细的了解 我想在我们准备我们的演讲的时候呢 就会很有针对性 准备的越充分 我想我们的紧张情绪呢就会可复得越好 了解你的听众并且清楚他们想要什么 这你就会做到 心中有数 对吗 对 非常好 谢谢 还有吗 好 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给刚才这三位伙伴愿意分享给我们他们经验的三位伙伴掌声 感谢一下 好吗 我也给大家几个建设性的参考好吗 这些方式是我曾经也会经常去使用他们的很坦率的告诉大家 我现在的确已经很少紧张了 无论面对任何场合 但早些时候也会经常有紧张的情绪 我是怎么克服的呢 先到考场是一个好办法 考场大家都知道是什么地方 好比我到这边来讲课 昨天我在这里讲了一天课 前天下午到的北京 然后第一件事情不是去酒店 而是直奔这个考场 以前到其他地方讲课也是如此 先得到会场看一下 走一走 看一看 在这里站一会儿 如果组织安排者已经把所有学员都已经安排好的话 我看看他们的名牌 这个叫什么名字 那个叫什么名字 虽然看不到他本人 但能够看到他的名牌 第二天再看到这些人感觉好像似曾相识 他的脸和名字就对上了 英国人不是讲吗 熟悉的魔鬼也比陌生的魔鬼好一些 对吧 至少对这个地方能够熟悉一下 在时代光华讲课和平时到企业讲课还有一些不同 我到企业讲课有很多的自主权 比如放什么音乐 我可以放自己爱听的音乐 我放上那盘音乐 对听众 对学员可能没有任何干扰 他们也不了解这个音乐是什么 但我对自己来讲 我觉得我为自己塑造了一个自己熟悉的环境 对吗 你总之通过这些方法去了解一下你所讲课的那个状态 那个舞台 这样的话 你就能够做到心中有数 先到考场 免得手忙脚乱 竭尽全力推动中国企业员工的职业化 全力以赴 促进中国企业管理的规范化 时代光华 调整呼吸也是好办法 刚才我们这位同学提到了调整呼吸的方法 我们通常都采用421呼吸法 4是吸气 2是屏住 1是吐气 称为慢吸快吐 深呼吸的确能够最快速地把体内的浊气和外界的新鲜空气做交换 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把压力和紧张的情绪排除掉 很管用 我以前也经常采用深呼吸 调整呼吸 的确是管用的 再来 倾注内容 什么都不要想是很高的境界 其实一般的人是很难做到的 但倾注内容确实大家可以干的 你不要老是想 哎呀紧张啊 待会会怎么办 下面老板坐在下面啊 或客户坐在下面 这次演讲对我非常重要啊 你老是想这些事的话 你一定讲不好 想内容 什么内容 什么内容最值得你想 开场白 你可以坐在那里想想我的开场白 我是怎么走上台的 我第一句话是怎么讲的 我怎么开始的 听众是怎么给我反馈的 你都可以想这些内容 想想你的专业主题 以及你中间所要讲的一些关键点 听众的收益点 你为自己设计一段比较不错的开场白 这个都是可以在一开始去做到的 轻注内容 喝水润喉 其实是打断紧张情绪的好办法 演讲者喝口水正常吗 再正常不过了 喝口水 没有人会责怪的 所以喝水是你能够让自己 蹦蹦乱跳的心脏能够安静下来的好办法 打断他的这种消极状态 喝水 不过喝水有两点要注意 第一件事情 不要对着所有的听众 拿起杯子就在那里 扭引 咕咚咕咚咕咚 大口喝水 非常不雅观 喝水的时候 侧过身去 行吗 慢慢喝 再转过身来 其次 新手 尤其是内心很紧张的 希望借由喝水润喉 来使自己避免紧张的朋友 绝对不能用那种 玻璃的 还带一个盖子的这种杯子 哐哐哐哐 拿在手里 抖得厉害 那全部都露线 用塑料的一次性纸杯 或者矿泉水平 没有任何问题 好 寻找后援 谁是后援 比较熟悉的同事 就可以成为你的后援 在开场之前 你先到了考场 然后和那些相对比较熟悉的同事 文艳 我真的 我第一次上台 今天如果我在演讲的时候 提一些什么问题 没人回答 你无论如何帮我回答一下 做个托 行吗 然后如果你发现我很紧张的话 你带头鼓掌 找一个后援 到台上不能告诉大家 我很紧张 私底下求饶 可以吗 没问题 私底下没问题 你找一个后援 他能够配合你 那个情况就大不相同 除了这种指名道姓的后援之外 还有一些后援 你可能根本不认识 但坐在台下 眼光很有善 面带微笑 一直看着你 还给你点头 还给你微笑的那个人 他就是你后援 多看这种人 别总是看那个表情冷漠 心理变态 那个听众 你越看越害怕 我哪里有问题 我到底哪里做错了 但你越是容易去看这些人 很奇怪 尤其是新手 新人演讲者 尤其容易会看那些 目光很严峻的那些人 或者直盯着自己老板看 老板通常也没有什么表情 坐在后排 最后一排 看着你 他就喜欢眼睛 看着老板 看老板的反应 这就变得很糟糕了 记得有一次 我到一家企业去讲课 跟我同去的 还有一个销售经理 我们一起去讲课 这个销售经理 以前没有讲课的经验 他一路过去的时候 就跟我讲 他有一些担心 自己没有讲课经验 我就跟他讲 我说没有关系 你在讲的时候 你就看着我 其他谁你都不用看 你就看我好了 虽然这不是最佳的做法 但对于新人来讲 这不失为一个 很有效的做法 他的确在台上讲得很紧张 他站在那个台那边 动都不敢 动一动 他所有的眼神都给我 你知道我一直在干嘛吗 我一直在做这个动作 我一看其他的听众 每个人都目光 深邃 冷峻的要命 酷得不得了 我就一直在那里 他讲完之后下了台 对我讲 他说幸亏有你坐在那里 拼命点头 我只是看你 否则我心里怕得要命 各位您看 对于新人而言 往往容易犯这样的问题 所以对于听众 尤其是如果你们的同事 经常上台演讲的时候 我还是建议你们 给他多一些的鼓励和支持 好吗 其实还有很多方法 打个省略号吧 好多好多方法 你都不用太多的 只要有几个就能解决问题了 重要的在于 你需要有几个杀手锏 能够帮助你在最紧张的 一开始解决问题 紧张最容易出现的就是 一开始临场的那一段 只要这段时间安全度过 接下来就没事了 所以最后 你应该做好四件事 我们来总结一下 第一 充分的准备 对听众的 对演讲内容的 对你自己的 各方面的准备 做得越充分 你就越不容易紧张 不打无准备的仗 有人讲台上一分钟 台下十年功 一点都不假 你能够在台上做到游刃有余 是因为你之前在台下 做了大量的准备 准备有好多种做法 当这次演讲非常重要的时候 演讲稿都打好了 小抄也做好了 你可以自己对着 家里的镜子 活人或者摄像机 来做现场的演练 这就是最好的准备 当然每个人的习惯不同 比如像我吧 我就不太习惯对着镜子讲话 我觉得那个讲不下去 特傻 所以比较好的方式 还是找一个人 坐在下面听你讲 比如你可以找一个自己的同事 或找一个家人 信得过的 他不会笑你的 你看到那个人就会笑 或者他一看到你就会笑的 你别找他 你容易笑场 你找一个 大家是正着津津来干这件事的 他就给你找一些问题 找一些毛病 然后你就对着他讲 他坐着你站着 最好的方法 再架一个摄像机 把自己的表现录下来 摄像机是最好的老师 录下来以后 自己再一看 就知道自己到底是什么状态了 很多人通常不喜欢看摄像机里的自己 哇 觉得好丑啊 怎么我是这样的 别人看到你就这样 好吗 所以没有问题 你就应该勇敢地去看自己 并且去改变掉自己一些不良的 比如表情啊 眼神呢 手势啊 都通过可以摄像机 能够帮助你很好的去做改变和调整 充分的准备 这是其一 结合中国企业实际需要 精选跨国公司管理精华 现场交流管理经验 全面传授管理技能 帮助解决实际问题 跨国公司管理经验的学习平台 中国企业走向世界的起飞基地 时代光滑 跨国公司高级经理人 客堂 再来 成功的想象 每一个运动员在比赛之前 他们都会做成功的想象 而不是失败的想象 他们会想象自己变得很成功 也想象自己是怎么完成 整个比赛流程的过程的 比如像刘翔 他比赛之前两个小时 提前两个小时进场 一个多小时是做身体的热身打开 还有的时间他得坐在那里 怎么样 做冥想 成功的想象 怎么走上起跑线 怎么蹲下来准备起跑 你听到枪响 开始跑出 怎么跨过第一个篮 又怎么跨第二个篮 怎么跨第三个 最后怎么冲刺 体操运动员也是如此 那套动作 不知道练了多久了 一遍又一遍 最后到临场要表现了 得坐在那里 静下来 让自己把整个的动作 从头到尾 想象一遍 进而在比赛现场 能够做到这种想象程度的可能就越高 跳水运动员 游泳运动员 都是如此 甚至现在连很多集体项目的运动员也都是这样 篮球 足球 排球的运动员在比赛之前 他们也需要做很好的想象 去想象 怎么进行比赛的过程 怎么遇到困难去解决它 以及怎么最终赢得比赛 成功的运动员靠想象 成功的商人也靠想象 一个成功的商人在店门没有拉开之前 已经可以看到顾客迎门的景象了 成功的销售员 在客户拒绝他之前 已经想到了客户能够接受他的情景了 米开朗奇罗在还没有动刀之前 已经可以看到一大堆石头当中 这个大卫的身影了 成功的演讲者还没有上台之前 已经可以看到欢声雷动的场景了 成功的想象非常重要 不要老是想那些负面的 第三 积极的解释 那个人怎么老是在打手机 进进出出的 他好像对我讲的主题不太感兴趣 他好像也不太尊重我 那个人怎么一直在发手机短消息 他怎么回事 他怎么发不完的短消息 他到底把我放在哪里 我到底对他们而言重不重要 那两个人怎么老是在讲话 怎么回事 他怎么睡着了 奇怪了 这么冷他居然睡得着 以前老是做消极的解释 觉得现场所有人的那些动作 都是对你自己最大的不敬 后来才发现不完全是这样 其实很多 尤其在公司内部 有些人接电话 走来走去 的确不是很好的会议习惯 但的确他们可能对你 并没有什么太多的反感和意见 只不过他们真的有一个电话要打 我现在做积极的解释 不再做消极解释 你看他都睡着了 他昨天晚上 这个真的弄得很晚 他今天没什么精神 不过他还是坚持坐在这里 他觉得我的演讲很有意思 他还在听呢 来来来给他盖条被子 不要着凉了 他们两个人一直在讲话 是的 这个讲话的场合的确有点问题 但我相信他们一定是对我 刚才演讲的那个内容 他们在进行一些讨论 他们不是故意要针对我的 他们也不是对我不礼貌 是他们真的是想要了解一下 彼此对刚才那个问题的看法 他一直在接手机 进进出出 知道我们这位领导非常忙碌 但今天他还是坚持坐在这里 要把听我把整个的演讲讲完 你看他还舍不得走 接了电话马上又回来了 各位您理解我在讲什么吗 您得做积极的解释 否则你会被气死的 好吗 你不要看到任何这个感觉 不利于你的状态 你都认为那是消极的 未必是这样 你得沉着做出积极的解释 事情就会对你越来越有利 最后一件事情 精彩的开始 因为所有的紧张几乎都在一开始 所以有一段精彩的开场白 就能让事情变得有所好转 一段精彩的开场白 能够让你和我们的听众 立马进入状态 并且能够有效的帮助大家 获得最好的一个开始 你也变得很自信 听众也觉得 嗯这个人有意思 好了 大家就完全进入状态了 所以如何克服紧张 变得更自信 做好这四件事 充分的准备 成功的想象 积极的解释 以及精彩的开场白 以推动管理者走向成功为举任 客户的成功 就是我们的成功 与中国企业共同成长 时代光滑 好 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看 如何进行好的开场和结尾 一段精彩的开场白 究竟是怎么被做到的 我们应该如何来设计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这段课题 精彩的开场白是有功能的 每一个故事都应该有一段 好的开场白 每一个电影 每一个话剧 也都不例外 好的演讲和培训 也需要有好的开场白 所以在这一段课程当中 我们将一起来学习 如何有效地进行开场和结尾 它们都是有功能的 而且它们都有结构 精彩的开场白 可以做到以下三件事 第一 建立信赖感和听众之间的信赖感 这是第一件事 第二 可以激发听众的兴趣 它们愿意听你讲 第三 奠定整场的基调 你赢了 你赢下整场比赛 奠定基调 好 开场白有这三个好处 我举一个例子告诉您 为什么我这么信任开场白 有一次我接受邀请是上海文广集团 邀请我去做一个演讲 下午两个小时 来的人是上海的两份媒体 一份叫新明周刊 一份叫上海星期三 组织者在事前就已经告诉我 他说 老师 之前被我们邀请来演讲的人也是这样 想和听众做些互动 没门 他们是来做裁判的 他们坐在那里 他们不是来听你讲歌 他们是来评判你的 给你打分的 所以呢你不要希望他们会跟你什么互动啊 回答问题啊 想都不用想 一个人站在那里 讲完收拾一下 拍拍屁股 走人 别管他们怎么想 你讲完就拉倒了 这样的 我说我可以不去讲吗 他说那不可以 这是任务 怎么可以不讲 嘿 你接到了这样一个任务 你听说了这个听众是这种状况 是好事 是坏事也是好事 对吗 因为毕竟你已经了解了 我可能面临的听众是怎么一回事 那天早上休息 没事 在家里晒太阳 喝茶 想一想 今天下午要面对这群人 实在感觉有点沮丧 不过觉得如果说设计一段开场白 把开场白设计精彩一点 那会怎么样 我坚信开场白的力量 我在家里晒太阳的时候 设计了这么一段开场白 接下来我表现给大家看 你来看一下 这段开场白最后起到了什么样的效果 行吗 那天下午去到会场 文广集团的一个会议室 T型教室 很棒 那个会议室 都一圈一圈的沙发椅 人坐在那里面 非常舒服 大多数的人都是双手抱胸 翘着二郎腿 然后就在那里 眼睛半开半闭 也不知道他们睡着了 还是在假妹 总之 整个的气氛非常沉闷 我放了我喜欢听的音乐 放在那边 总算给这个冷漠的空间和会场 给了一些比较不错的状态 主持人报了我的名字 来点掌声 掌声稀稀拉拉的很可怕 我踏着稀稀拉拉的掌声 走到台前 好 接下来我来表演给大家看 这是一个资讯泛滥的社会 今天一个中国人 在一天可以接受到的资讯量 等于两百年前一个中国人 一辈子才能接受到的资讯量 你可以说今天的人是幸福的 你也可以说今天的人是悲哀的 因为只要你眼睛一睁开 就有无数的资讯会涌向你 骚扰你 侵占你 今天早晨我碰到了同样的困惑 当我走进东方书报亭 想买一些报纸杂志 打发上午半天无聊时光的时候 我发现我茫然了 因为我根本不知道做何选择 那里的媒体实在太多了 不过我最后还是做出了明智的选择 我选择了这样两份媒体 我从包里掏出他们的报纸 新明周刊和上海星期三 当我摸出他们的产品的时候 各位你猜台下的人怎么样了 热烈鼓掌 我都觉得很惊讶 比他们刚才的那个掌声热烈好多 是发自内心的 很真诚的 我突然想到 是的是的 不是强势媒体 他们也很在意他们的这个消费对象 我今天买了他们的产品 他们的看法对我一定不一样 掌声平息下来 有一个人居然提问了 之前他们的组织者跟我讲 不要希望有任何人会提问 或者回答你的任何问题 讲完收拾一下 拍拍屁股走人 但居然有人提问了 你怎么会买那两份的 我如果告诉他们 我是这两份的忠实读者 那就显得太虚伪了 对吧 我说问了好 因为我很想了解 我今天下午的听众都是些什么人 我想了解一下 我今天下午的听众 他们是用什么状态 来做他们的产品 所以我就买了这两份媒体 坦率地告诉大家 我平时并不是这两份媒体的忠实读者 有看没看看一下 偶尔想到买一份 但今天上午我是故意去买这两份报纸和媒体的 我上午在家里晒着太阳 看着报纸和杂志 我突然从这两份东西当中 找到了我想要的 那次正好是长浩代表中国 获得了首届那个应试 第一次夺得应试杯的世界冠军 新明周刊是一本相对而言深度报道比较多的一份杂志 他们长篇累读报道了关于长浩夺冠的经历 以及之前的所遭遇的很多失败 怎么从逆境中走出来 我讲了这中间这篇文章带给我的启发 上海星期三 我也找了其中一篇 我讲了我看完以后自己的感受 我说今天早上 当我不带任何偏见 带着平和的心态 晒着太阳看这两份东西的时候 非常感谢各位 辛勤的付出和劳动 你们带给我了这样的收获 我相信今天下午 如果您和我一样 也带着平和而轻松的心态 坐在这里 我们进行一些友好的交流的话 我相信今天下午对您而言 依然会是一个有收益的下午 各位您同意吗 他们都是聪明人 点到为止 意思是告诉他们 别那么牛 他们都理解了 接下来三个小时当中 我们合作得非常愉快 结束以后 还有人来采访我 所以你看各位 一次好的开场白 绝对能够在一开始 建立信赖感 激发兴趣 奠定基调 可如果没有的话 我真不敢相信 那一次究竟会怎么样 所以我坚持相信 好的开场白 能够解决问题 如果你紧张得要命 或你觉得你的听众是有问题的 你一定有必要在每一次演讲和培训之前 都为那个主题设置一段更加精彩的开场白 至于那个开场白究竟应该怎么设计 它有没有一些原则和具体的方法 休息过后我们继续接着开讲 好吧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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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